五月 乌山迎来温暖湿润的初夏 峡谷沟壑间 草木繁茂 万物静香生长 食物丰盛的季节正是孕育先生的好时机 一对灰林级夫妇正在枝头放风 它们的巢隐藏在草坡下 巢内已有四枚卵 鸟卵是食肉动物的主要捕食目标 回巢孵化前 雌鸟加倍小心 提防着附近的捕猎者 为确保家人安全 雄鸟在巢外驻守警戒 十几天后 树林里迎来了一批新生命 她们处于最柔弱的时期 十分依赖父母的喂养 黑胸东妈妈收获颇丰 她天性谨慎 在确认周边安全后 才回家喂食 带回的食物虽多 却不能喂饱所有孩子 成长期的雏鸟食量较大 好在乌山足够丰饶 美味取之不解 灰林吉家的四个孩子出生了 孵化工作由此鸟独自完成 但育儿时 雄鸟会分担重任 她把食物带回家 交给妻子喂食 鸟雀奔忙的季节 乌山的花草也有自己的热闹 有的花朵娇艳 招风引蝶 有的则布下陷阱 等待猎物送上门来 草木世界的精彩 都藏在悄然变化中 急切的叫声 打破了山林的宁静 灰头绿啄木鸟 是爬树高手 正忙着捕食 鼓鼓的塑囊 装满了食物 小啄木鸟 闻声出动 它们到了梨朝 学习飞行的时候 熊鸟回到潮洞边 并不着急喂食 它想用食物引导孩子出巢 雏鸟并不理会 直接着向父亲的宿囊骑食 无奈的熊鸟 只好放弃隐飞意图 雏鸟归来 继续尝试引导 可惜 雏鸟仍没有出巢的意愿 父母的喂养工作 还要继续一段时日 下雨滋润着乌山万物 小小的鸟雀们将跟随父母 用族群独有的生存方式 迎接新的考验 古老的乌山也因他们的成长 焕发新的生机 你稍微有一点多多多 有什么好 陈雾间 乌山山脉若隐若现 长江穿过虫鸾蝶杖 将万寝碧绿一分为二 乌山山脉平均海拔 一千至一千五百米 在中国算不上高山 然而正是它的低矮 便立了东南季风 跨越山岭 将携带的水汽 化为云雾 弥漫山间 江边的低山地带 一望无际的翠里林 正静静等待着丰收 这硕果雷雷的盛景 离不开自然的呵护 充足的日照与暖湿的压热带季风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峡谷地貌 使这里昼夜温差明显 有助于翠里糖分的转化和积累 翠里自身分泌出糖醇 在果皮表面结成白霜 抵御病害 乌山拥有大片岩绒地貌 生态脆弱 散布山间的礼树 用强健的根系 锁住水分与土壤 防风固沙改善水质 成为长江沿岸的水土 保持生力均 漫长的地质年代里 长江水系不断侵蚀 切割乌山山体 形成了今天岩壁直立 江面狭窄的峡谷地貌 被侵蚀风化的石灰岩表层 布满各种天然洞穴 一些种子经过风和鸟的搬运 来此安家 黄炉就是悬崖峭壁上的居民之一 高居悬崖的黄炉 优先从空中截获阳光 喜阳的它将卵圆形的叶片 如同团扇般在空中展开 错落有致 少有重叠 这茂密的叶片 无意中成了蜗牛 在雨天避雨的最佳去处 此时 黄炉花期已过 长长的花梗上 挂着稀疏的果实 由于结果率低 借助锋利传播种子的同时 黄炉也会从根部蒙发枝芽 促进新生 岩壁上 多数植物难以生存 而黄炉却将灰褐色的根部 扎进岩石缝隙 吸收养料 培根故土 也为其他生物 带来生存的希望 山崖处被绿色遮挡的石缝中 一只小鸟 已选择此地孕育生命 乌山 不只有清风流云的浪漫 更有脚踏实地的富饶 满山遍野的黄炉和翠里 守护着溢江碧水 和满眼 葱翠 稍微有一点路都走 有什么阿王 在重庆市乌山县东北边缘的当阳乡内 一片三百公顶的湿地 与神农家自然保护区 相连 它是重庆最后的高山湿地 葱平 是五里坡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葱平湿地 因每年春天遍地长满野葱而得名 最高海拔近两千七百米 不通公路 需要沿山崖徒步而上才能抵达 由于人际罕至 原生亚高山湿润草垫得以保存 葱平湿地发育于盆地内 生态系统主要包括 亚高山草垫 天然潜水湖泊 和泥炭咸沼泽 睡菜沼泽等湿地类型 不计其数的野花和中草药 围绕湖泊盛开 伴随多种树木和珍稀植物 自意生长 盆地周围的山地 覆盖着茂盛的珍阔混浇林 为湿地增添屏障 使葱平成为五里坡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 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地区 葱平湿地多奇景 一棵树冠 一棵树冠丰满的湖北海塘 独立于湿地空旷处 离它不远的地方 被称为天池的湖泊 正发出宝蓝色的水光 天池靠降水 地表净流 及地下水不及 池水清澈透明 从未干涸 池中有树根沉木 树身已长出植物 其中两根巨大的沉木 手尾相接成顿角 似是圆心偏移的钟表表盘 神奇的是 葱平湿地上的树木 或成片而居 或灵落独美 都与天池岸边 有一定的距离 即使青岛 也不会落入池中 沉木的来历成迷 葱平上还有一片野生稻田 它们长在池塘中 成路成行 十分整齐 似人工栽种一般 水稻每年六七月份 自然风化一部分 余下的在七月开花 结石 年年如此 稻种从何而来 由谁播种 稻田自何年何月开始出现 均无人知晓 天空如洗 大地幽静 大大小小的湖泊 散落在湿地上 斜草 驼屋 墓地山梨豆 渠蜜 多列繁缕等特色花草 点缀在草垫间 树木三五成群 高高低低 错落成去 微风轻浮 天池水晝 清平浮过 聪平湿地 欲显轻盈 稍微有一点东西都得到 又是麻花 乌山 地处重庆 湖北交界 崛起于一亿多年前的地壳运动 漫长岁月中 长江以奔腾之力 劈开乌山 在造山运动和水流侵蚀的共同作用下 乌山地形变化多样 地势起伏明显 陡坡深谷交错相间 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中 无数习性各异的生物 比临而居 岸边青山 是猕猴的家园 岩壁上的洞穴 是它们的游乐场 金雕张开双翼 翱翔在峭壁之巅 乌山最高海拔 可达两千六百八十米 峡谷幽深曲折 光照时间较短 峡中湿气机遇不散 容易形成云雾 巨大的海拔差异 形成了明显的垂直温差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让水分子在乌山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五月 亚热带季风到访乌山 暖风加剧了水分的蒸发 水气一路攀升时 随地形与海拔 变换形态 云雾雨的转化更加频繁 朝云和沐雨 宣告雨季的到来 大部分鸟类并不喜欢冒雨活动 雨停时 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 星鸭清理好羽毛 准备出发 它们以松子为食 生活在真叶林 或真阔混胶林带 昏暗的天色增加了觅食难度 这个季节 找到成熟的松果也非易事 这是为独行侠 对同伴的嗜好无动于衷 很幸运 他找到了一颗松果 刚开始享用 另一只星鸭闻风而来 想要分一杯羹 独行侠丝毫不给面子 带着松果留之大吉 等到对方兴兴离去 独行侠马上飞了回来 看来 对这张小餐桌十分重意 广袤的山野 为星鸭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但在秋季 它们会和松鼠一样 将松子等坚果储存在地下 作为过冬口粮 吃不完的松子来年会生根发芽 成为乌山的一抹新绿 这片广阔的森林 不知道哪些大树是星鸭的杰作 除雀乌山不是云 在乌山大地上 云 雾 雨和万千生物 一同构建着这片不朽的绿 你稍微有一点东西都得到 有什么 山间一处缓缓的流溪 清澈见地 无数小石块散乱分布在水里 极尾小娃娃鱼隐藏在石缝中 随着光线射入 它们迅速向深处钻去 这湾小溪位于五里坡自然保护区 冲坪湿地 海拔2109米 较高的海拔 清澈的冷水溪 是小娃娃鱼 钟爱的栖息地 小娃娃鱼不是鱼 也不是娃娃鱼小时候 它们是生活在淡水中的两栖动物 学名乌山巴尼 也叫乌山北尼 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它们玲珑小巧 成年后体长也不超过20厘米 头部扁平 身体扁平 四肢短小 齐者发达 它们侧扁的尾巴与身体等长 在水中左右清白便可借力游动 一节节细小的小木 在乌山巴尼身边摇晃 小木的一端藏着一只毛赤木昆虫的幼虫 它依靠足之的滑动 带动小木在水底移动 借小木保护和伪装自己 乌山巴尼熟知这一伎俩 靠小木觅食从未失守 不过 它每天的食物摄入量很少 常对美食视而不见 毛赤木昆虫的幼虫 是水质监测的重要指示物种 乌山巴尼洗食水生昆虫 对于净化水质 调控溪流生态 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葱平湿地多奇景 动物温和 植物凶猛 与乌山巴尼温柔的捕食方式不同 食虫草原液毛高菜 习惯诱补和猎杀 它用美丽的外表和香甜的气味 布下机关 吸引昆虫主动投入怀抱 当昆虫踏上它的叶片 吸食觅之时 会不知不觉被粘住 越挣扎粘得越牢 直到最终被消化 吸收 不留痕迹 山中岁月 一边危机四伏 一边天然静好 幽静的山谷中 溪流两岸 植被丰富 小溪之中 水流平缓 布满碎石块 是产域下一代的好地方 乌山巴尼将卵胶带产在水中 卵胶带粘附在石块底部 不会被流水带走 袋内已有早熟的小泥 从卵膜中孵出 卵胶带像一个摇篮 载着小泥轻轻晃动 山谷清幽 静候新的生命 煌浪 稍微有一点 弄后都都 有什么? 好